玩家国度 这个充斥着满满的信仰和人民币味道的硬件里 不得不提LG Strix RTX 2080Ti 这张显卡除了有钱的味道 更强的是这个骚起而不是稳重的外观 下压式三风扇加上超大的散热器片 即使在最大负载运行的情况下 也能够保证稳定的温度还很安静 相比RTX 2080高出了45W的功率 虽然说只有45W功率的提升 但是在娱乐大师里 相比他的同门师兄2080 足足提高了10万的部分 而作为显卡中真正的追光者 拥有了最强的张量内核 深度学习的能力 使得用户获得更高的帧率 和更好的游戏画面效果 以及游戏体验大幅提升 在2080Ti当中加入了HDR技术 最高支持8K画面输出 配上一款HDR显示器 能够畅详影院级的小电影 在《我的世界》这款马赛克游戏当中 加入了DXR实施光线追踪技术 在光线追踪技术的加持下 游戏里的场景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逼真的场景更加接近现实 光线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 让房区 街道 水和玻璃 看上去充满生机 仿佛进入了别人的世界 离开了我的小山村 源自于新的技术 让本和导国视频相等发展的游戏 突然有了不一样的体验 总的来说 RTX的光线追踪和DRSS核心 RT核心技术 让游戏在体验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而面对工艺制程难度不断加大 或许 这种深度学习技术 能够让计算机技术发展的更快 我想 RG Strix RTX 2080Ti 在英伟达的最新技术支撑下 让用户不止于信仰